好 观众朋友 政治化重点时间 今天要继续带您来关注朝野激烈对抗的立法院 而今天火药味十足是在朝野协商的会议上 民进党立委庄瑞熊对上了立法院长韩国瑜了 原来这场朝野协商呢 其实就是针对了国会改革的复议案 那么要求蓝绿白三党的党团还有立委们共同来讨论 而原本呢这个议程设定就是每个党团不同的立委轮流发言 顺序是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为一轮 结果没想到呢在CUE委员发言的时候 立法院长韩国瑜呢不小心误CUE了庄瑞熊 但是就被民众党的黄国昌说 是不是要按照先前讲好的顺序呢 所以韩国瑜就说那么接下来还是要请 这个国民党的立委来发言 没想到此话一出引起了民进党党团总召科建民 还有庄瑞熊的不满 而庄瑞熊呢甚至直接在会议上挑战了 院长的权威认他认为他主持议事不公 双方就一来一往吵起来了 那么韩国瑜甚至气到问庄瑞熊到底在吼什么 那么庄瑞熊也说你才叫吼 但是韩国瑜说天地良心啊 他说他自己主持会议的时候尽可能的公平 执意庄瑞熊你不是鸡蛋铃挑骨头 是在挑钢筋了 双方吵了起来 最后韩国瑜甚至气到不行 直接离开了会议室 导致议室中断了 不过随后呢这整整两个多小时的会议 还是做出了一些朝野协商的决议 针对复印案呢 其实目前已经确定 6月19号6月20号会召开全党的委员会 会邀请新政院长卓榮泰来列席说明 那么各党团会推派委员来进行10分钟的寻答 同时呢目前各党团呢 都会按照政党比例分别推出 国民党11名委员 民进党11名委员 民众党2名委员来进行寻答 而最终呢会在6月21号 记名投票表决 届时这个复印案 是否能够通过院会的表决 就在6月21号见真章了 不满被拍桌 立法院长韩国瑜愤而离席 中场休息让大家冷静冷静 原本针对复印案朝野协商三党团 却为了谁先发言爆发口叫 为了发言规则双方火气都不小 不止民进党立委庄睿熊拍桌 朝野对行政院长到立院说明 有共识 针对时程国民党被妥AB两方案 方案A6月14号院会上午报告 下午投票 方案B6月17号召开全院委员会 18号院会上午投票下午直询 民进党则主张充分讨论 不必敢在18号处理 重大议案不要再有时间压力 然后为快而快 我个人都认为review的机会 就好好的来重新再来审视条文 经过近两小时讨论朝野协商出炉 6月19号20号召开全院委员会审查复议案 并邀行政院长列席说明 21号上午记名表决 上述复议案于6月21号星期五上午 报告事项完毕处理完毕 协商证告一段落 但表决大战 立院恐怕再上演朝野混战 TVB的新闻里国阵全人请台北上报道 不过这场朝野协商也延伸出了案外案 也欢迎观众朋友看刚刚的朝野协商表现 您觉得到底是鸡蛋里挑骨头还是挑钢筋呢 整个议事您是怎么看的呢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带您看到由于韩国远远真的是气道离开了会议室 导致议事中断 但是呢再从立法院的这个公用的VOD的录影画面 大家看到这个民进党团的总招柯建民呢 他中间一度起身离席 然后呢从口中掏出一个物品 接起电话往外走 后来呢疑似在走廊外就飘出了烟雾 那么外界就在怀疑了 这是不是柯总招在立法院的会议室走廊抽烟呢 根据我国的烟害防治法呢 室内是全面禁烟的 而这段画面呢也被国民党的市议员刘采薇给掌握了 他说已经正式向卫生局来检举在立法院抽烟 而且他的po文当中还指出呢 这柯总招您好像是惯犯了 因为先前呢在行政院长的休息室 民众党团的总招黄国畅也指控他也在里头抽烟 而这回刘采薇也要求柯建民不要回避 应该要主动道歉 并且也表达自己到底有没有遵守烟害防治法 请他出来自首吧 民党团从到柯建民上个月底 才被检举在立法院的行政院长休息室抽烟 当时主管机关台北市的卫生局 称说收到的是旧照已经发函 请立法院或黄国昌办公室提供最新的检举照片在开罚 而今天上午柯建民在立法院参与朝野协商的时候 突然走出了会议室 并在门口直接抽烟 全程都被国会直播的镜头拍下 而同时会议还在进行 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时间就在今天上午的 9点48分左右 柯建民在协商的会议室门口吞云突兀 而根据烟害防治法第18条的规定 政府机关跟公营事业机构的所在场所室内场所不能抽烟 因此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刘采薇 随即截图向辖区内的台北市卫生局检举 并且要求柯建民应该公开道歉 而今天立法院贵客也多 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潘梦安 特别带领了考试院的提名人选一同呢 来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 不过早上呢 才在朝野协商会议当中气到离席 而下午潘梦安碰到他就说 哇 院长您气色真好 不过韩国瑜也妙回哦 他说自己没有气死 只是气色好而已啦 而这场拜会呢 也被视为是8月份 其实考试委员相关的任期就要到了 那么根据总统还有提名的结果 也希望呢能够获得立法院的同意 所以此举呢被政界是说 这就是潘梦安前来拜码头咯 因为包含了考试院院长副院长 考试委员的被提名人来拜会韩国瑜 希望韩国瑜可以给予支持 还有未来呢在人事同意的时候 能够给予行个方便 那根据了解 其实考试委员的提名人呢 其实横跨了各个政党 而其中呢包含邱文燕 吕邱惠他们具有国民党籍 但是呢国民党党部似乎 都还没有同意他们接受邀请 现在恐怕也会引发蓝营内部的提名 而这场拜会值得观察的是 虽然看起来呢 相当的和气也很欢乐 但仅短短拜会9分钟 一行人就离开了 总统府秘書长潘蓬安 到立法院拜会院长韩国瑜 亲自到楼梯间迎接 一并在上考试院 七位新任提名委员 一位新任委员将这八月底卸任 要争取立院同意任命 打个招呼是必要之举 似乎就怕再也杯葛 人事任命潘蓬安主动破题 只是原本预计半小时的会面 最后一行人 警告会等短9分钟殿离席 但其中还是有人借机 跟韩院长多讲几句 紧抓韩国瑜的手 他就是这次获提名的邱文彦 与一旁的吕秋慧 都因据国民党旗 却未经党不同意 就接受邀请 引发蓝营批评 首度面对镜头 仍低调不回应 后来有跟国民党那边 去做一些说明吗 谢谢... 是有跟党同意来报备过的吗 谢谢... 他不会担心说 党籍身份会影响到 职务的行驶 谢谢你 谢谢 党籍一律都以谢谢 带过去不过现有 民党立委呼吁 废除考间 应该即刻推行 院长并没有提到要废考间 那至于个别委员的发言 基本上我们尊重 毕竟发言代表总统 自己人就算意见不同 最多也只能说声尊重 TVB宣众中间的刘一圈 欢迎休组 台北部导 即便脚伤还没康复 至少手能跟着挥舞 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开办 引法女性有氧运动班 选在新北板桥当首站 我特别拜托馆长 一定要帮大家挑最好的教练 和馆长陈之汉同台 因为运动班教练就是馆长帮忙安排 不到一周两人因为运动再次合体 黄国昌在新北动作越来越多 七年才洗手间和国民党议员聊蓝白整合话题 但现在蓝议员反昌队伍似乎就要成行 那我认为国民党里面的优秀人才是非常的多 所以要谈理让是完全没有道理 那黄国昌委员呢 过去的这个政治立场摇摆幅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也让不管是基层啊 许多人对他都有蛮多的质疑蛮多的问号 只说黄国昌过去所言所行 蓝英支持者不会忘记 愿意当反昌第一人 而同党新北市议员吕家凯也跟进表态 真的大家不要一天到晚想选举 在国会里面把现在的工作给做好 那新北是我的责任区 我们在地方服务上面就努力做 跟人民做出承诺 你就要努力的去完成 在这个过程里面不需要悠惨未及 强调选举还没那么近 要与立委任期坐电机 而好朋友馆长寄期待 但话也不敢说太慢 大家合作会比较好 比较稳定嘛 他们还是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那这我尊重 就像上次他翻脸 你看侯大我那么熟 对啊 柯文哲会那么熟 他我是肯定很支持 这个是一直说的 党内也有既定的提名规则 在国会和法案合作的层次上 密切合作 这才是基层民意所乐见 只不过国会再也合作 就不知道能否维持到 2026加2024蓝白河破局后 两方怨言都很多 新北要河还很难说 TVS新闻线 有两边新北长报道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7点到9点 由新华主播 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